首先我们来更新一下华南地区的洪灾现状 油管播主《未公开的中国》收集了民众在6月25日左右拍摄下的 关于各地洪灾的视频 农历 石油膏 洗发水 这么多 要不要 来拿呗 扶你一点 昨天晚上仙山镇大坝开了七孔 你知道三秒钟时间要留出多少的农夫山泉吗 七孔是2100立方米每秒加上发电机组1200 一共是3300立方米每秒 踩到这个地方还是宋春啊 宋春香 马上公司还在别人吃啊 妈啦 也想啊 你冲成这个样子啊 这个宋春这条园里的水是很轻的 现在涨洪水 洪水把这个我们的这些小溪的河床里面都冲成这样子了 所以这边这个损失是非常大的啊 能救回来多少是多少 跟林秋一样 现在我来到了一个保险公司做我们浸泡的车辆 一个设立的一个停车场 你看看这里面的车子 现在全是涉水车 这还是我们黄山市应该是一个区域的其中的一个停车场 不不不不 车子下来了 快点快 快点快点 往后 黄山方向右口关闭 请走地方频道 到这正式过不了几个小时 河里的水就冲上来了 今年我们湖南的雨季特别的长 这大半年几乎都在下雨 我看了一下天地预报 接下来的一个多星期 不是大雨这是中雨 去年6月1号的时候 我这里遭了水带 损失惨重 就在今天凌晨4点 我们县城的另一个乡镇 还发生了泥石流 到现在都还有失联人员 在自然大海面前 能显得是那么的凉巧 没完没了啊 刚小城前的水又涨起来了 上游的安危顶不住了 现在新闻家都已经在九个县 我们这里的村民都刚进过三年后了 他们遇到一个潜在 接着又来个雪的 现在又来个人的 这一般有小哥哥的就是不开的 看到没有 是已经涨上来了 马上到公路上来了 我家地下室已经被淹了一大半了 马上淹到二楼来 这个船部好不好 这个声音响不响 一直响 洪水给灾区的民众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长沙虽然内涝严重 但是为了维持生计 因为当地的外卖小哥依然坚持送餐 李老师发对说 暴雨导致一寒洞积水达一米多深 一名外卖小哥不停劝阻 执意烫水送餐 结果连人带车被冲入洪水中 这才是我大哥 他为了 大哥 你真牛 牛叉 据报道 小哥最后被交警救回来了 但是电动车不知道被冲到哪里去了 人差点没了 手机也丢了 推着网友沮丧地说 完了 餐没送到 顾客投诉 平台处罚 瞬间失业 另一位网友说 信不信 中国宣传会说这是最美交警 最美外卖员 外交部发言人会说 这恰恰说明中国人民敬业 接下来外卖单被冲走也要送到 6月23日 安徽涉县 一个灾民发视频称 知岭村断水断电断网三天了 因道路和桥梁受损 导致救援人员和物资无法进入村庄 村里的老人们只能自救 食物也要没有了 来 全部冲完了 你看 这马路上都是水 田地全部冲完了 这已经冲到房子脚底了 在一些灾民依然没有得救的情况下 中国政府正在忙着做宣传行动 6月22日 福建龙岩市盐前镇的灾民们 在视频中挥舞国籍送别结束救灾的解放军们 墙内网友问道 我想知道这国旗哪里来的 一位在场的网友回应说 村委会发的 推着网友评论 中共当兵的就是来配合摆拍 另一位网友说 但是没有告诉他们 开闸放水的就是共产党 为了保大城市 把水放到周围小城市和农村 河南暴雨那次就是这么玩的 最后这位网友嘲讽地问道 怎么没人用优星锁砸那个开丰田的汉奸 遥遥领先的华为 如今又有了新的招数来煽动民族主义情绪 这次是洗脑从娃娃抓起 这位家长展示了他孩子的初中地理考试卷 结果卷子里有很多问题都是关于华为产品和华为历史的 哈喽兄弟们给大家看一张 我儿子初二的一张地理试卷 让兄弟们看看现在 咱们的初中地理考什么东西 你看看这上面的题目 华为总部在哪 什么京都 电池领域就不用说了 包括您的时代都有 这是什么兄弟们 看这一题是什么 汽车领域看到没有 华为常务董事于成东 在深圳正式发布首款全景智慧旗舰SUV 问界M9如图 看到没有 大多数全是华为 这是什么 Mate60 孟晚舟回国路线 看到没有 站不起来就算了 位置吧 虽然华为表面上说自己不是国企 不过这与现实生活中的证据背道而驰 这位推特网友留言说 官商勾结 华为和你们共产党真是同流合污 对于病入膏肓的中国经济 被称为小镇官员的总理李强 开始用中医的理论和术语 来调理爱政晚期的中国经济 中国全球投资研究平台 格龙会报道 6月25日 总理李强表示 中国政府正在借签中医理论 调理中国经济 李强在辽宁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称 中国经过疫情几年的冲击 经济运行仿佛大病出狱 不能下猛药 中国经济当前需要固本培元 推着网友评论 李强 你不如借签中医理论 给习近平搞点药 把它办了 中国经济可能就好了 我估计当天A股涨停 李强荒诞的固本培元 精准调理的中医经济制 被党媒广为传播 然而 真正良药苦口的经济专家的建议 却被封禁 6月23日 经济学家任泽平表示 以前经济有压力 都是减税降费 休养生息 这是经济学常识 也是世界各国经验 水不是查出来的 是发展出来的 只要经济繁荣 水自然就有了 应该全力拼经济 放水养鱼 把发展放到首要任务 然而 截至目前 这条微博已被删除 对着网友感叹道 经济学常识 在中国成了禁忌话题 难道只有高压政策 和严苛税收 才是当局眼中的发展之道 在这个连真话都不能说的环境下 如何谈经济复苏 下面我们进入外媒 看中国的环节 两周前 两位在中国教课的美国教师 在吉林被人持刀袭击 周一 一名日本女士和她的儿子 以及一名中国妇女 在苏州的一个公交车站 被一名持刀的男子袭击 首先 我们通过日经亚洲的报道 来了解该事件 报道说 官方称 这名30多岁的日本妇女和她的儿子 在江苏省的这个城市 等待另一个孩子放学回家 这个城市是许多日本国民和生产设施的所在地 这名中国妇女是日本人学校校车的工作人员 据日本政府消息来源称 嫌疑人在公交车站刺伤了日本妇女和她的儿子 然后在校车达到车站时登上校车 袭击了这名中国妇女 目前她的伤势严重 据该官员称 两名日本人被送往医院 虽然他们的伤势没有危及生命 但男孩背部有一处很深的伤口 身上也有伤口 下面我们来看看当场的视频 墙内的粉红群体纷纷表达对袭击者的支持 表示杀得好和热血男儿 还有人质疑是日本人自导自演 推着网友评论 从极权社会进入了恐怖主义社会 推着网上广泛流传这样一张截图 上面写道 从拔掉女子身上的和服 到公开袭击一对日本籍母子 苏州用了两年 从刺伤四名美国教师 到无差别对日本籍师生进行恐怖袭击 不到半个月时间 推着网友留言说 义和团2.0 文革2.0 大跃进2.0 欣欣向荣 中华复兴 高歌猛进 另一位网友说 随便到中国的微信 微博 抖音上搜 都能搜到多年来 大量关于苏州日本人学校的阴谋论 中共政府的网络控制 从来不删帖这样的谣言 看看外交部 这次怎么洗地 下面我们来看看外交部是怎么洗地的 你关注的具体信息呢 我建议你等待警方的这个权威信息 因为据我了解呢 警方目前对这个事件还在做调查 我想说的是呢 警方初步判断 这是一起偶发事件 中国是世界上公认的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我们始终欢迎外国人来中国旅游 学习 经商 生活 我们也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 保护好在华外国人的安全 说这是偶然事件 重申中国是全世界公认最安全国家之一 这和两周前吉林市刺伤四名美国教师后 外交部发言人的回应一模一样 短短两周发生两次上海在华外国人的排外事件 却被官方定性为偶发事件 如此所谓的偶发 在外交部已经形成了回答问题的模板 这还叫偶发吗 推着网语评论说 新成语诞生 频繁偶发 至于毛宁说的 中国是全球公认最安全的国家 彭博书记者追问道 你凭什么标准 称中国是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我们来听听毛宁尴尬的回答 谢谢 Bloomberg News 你说中国是最安全的国家 但我只是想问 你用什么程度 怎么能够抵抗一下 我想你生活在中国 你应该也能感受到吧 我说这个话是从 大家的评价 大家的评论来中国旅游的人 还有中国人民的评价 生活在中国我们确实感觉很安全 下一个问题 推着网友笑着说 我从未见过如此没有底细的回答 还有网友说 这个厚脸皮的人都脸红了 在墙内 网信办对相关苏州袭击事件的新闻和讨论 进行了严格的审查 网友刘立鹏发推说 抖音充斥关于苏州日本人学校的仇恨阴谋论内容 但无法检索到日本人遇袭的资讯 同时 搜索自动补权里 又大量检索指向该事件 近年来 在国内的短视频平台上 充斥着大量中国人暴揍日本人的短剧 这些情节雷同的短剧 往往获得很大的流量 而下面一段视频 跟这些粗制滥造的短剧不同 今天课间 有几个学生 拿着另外一个学生画的画 来让我看 说老师你看 他画的什么 这是一年级 刚上完美术课 我看看你们写的 对 这才对嘛 你跟我说 你为什么要写它 为什么要写这几个字 忘记 我写了吧 忘记什么 写了 忘记写了 怎么什么叫忘记写了 那你能写日本人 啊 手伸出来 啊 让你写 写 还写吗 我告诉你 你是中国人 你要记着 让我的面把它撕掉 直接撕 扔到垃圾桶去 这个学校不要你 不要你这样的学生 你可记住了吗 国仇 家恨 我们必须要 铭记在心里 这一点是 绝对绝对 不能忘掉的 虽然我今天 打了孩子 我心也很痛 我也知道 小孩子 可能不懂事 但是我觉得 必须要打他 有人可能会 骂我 或者举报我 或者干什么 都可以 没关系 这个事情 我认 捧刺的是 这位老师 在视频最后 宣传民族主义语言的同时 头上戴着一个 由美国标志的帽子 观众朋友们 对于这位叫阿杰 在大梁山支教的老师的言论 和体罚贫困儿童的行为 你们认同还是反对 请在评论区里留言 从充实网络的 反美仇日的短视频 和关于日本人学校的 各种版本的谣言 发展到线下攻击外国人 这已经不仅仅是 口头上的民族主义情绪 或者排外言论 这背后的推手 到底是谁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 最近接受 华尔街日报的专访 他把矛头对准 他所说的 中国政府在国内 煽动反美情绪的行为 还揭穿了 中共的一个大谎言 华尔街日报说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表示 中国正在主动破坏中美关系 包括审问和恐吓 参加美方组织的 在华活动的公民 对美国大使馆的社交媒体贴子 加强审查 以及煽动反美情绪 博文斯在接受 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 他们嘴上说 这是恢复民间交流 但实际上采取的激进行动 却让这个目标 没法实现 博文斯接着说 中国政府加强了 对美国在华外交活动的压制 他统计了去年 11月以来的 61次公开活动 在这些活动中 中国国家安全部或其他政府部门 要么给中国公民施加压力 不让他们参加 要么对参加的人实施恐吓 博文斯说 一个自信的政府 不会是这样子 美国驻华大使馆组织的活动 包括心理健康专家讲座 女性创业论坛 纪录片放映和文艺演出等 一些参加者受到官员盘查 甚至是深夜在家中接受判问 博文斯继续说 有一次 一个场地没做任何解释 就搅黄了美国大使馆组织的一场音乐会 称 活动当天停电 让活动没办法举行 这块场地前一天晚上举办了一场活动 第二天晚上又举办了一场活动 都没有明显的问题 博文斯说 中国政府还让中国学生更难赴美都大学 他说 中国各地大学展会以意识形态或国家安全为由 撤回对美国外交人员 向高中生和家长推荐美国大学的邀请 过去两年 约有一半被选中参加美国资助的交流项目的参与人员退出 原因是政府、学校和雇主施加的压力 博文斯说 中国政府告诉我们 也告诉全世界 他们希望促进民间交流 但这种事情不是偶然发生 而是常态 几乎每一次公共活动都是如此 这是严重的被言行为 我们希望中国三思 中国政府近年来一直抱怨 美方限制中国驻美外交官的行动 例如某些行程需要提前报批 中国政府声称 中国公民在美国经常遭受种族主义和歧视 而持有美国签证的中国学生在抵达美国时遭到严厉的判问 有时甚至被拒之门外 但博文斯反驳中方的指责 他说 99%以上的学生签证持有者都能顺利通过移民局的审核 他说 你必须如实填写签证申请表 否则过不了关 但他承认 美国官员可能偶尔出错 美国在2023年向中国公民签罚了约10.5万个新学生签证 是疫情前以来的最高纪录 今年的审批步伐甚至更快 博文斯说 如果美国大使馆被允许雇佣中国员工 他们可以发放更多签证 中国员工每年协助处理几十万份签证申请 博文斯说 中国已经三年没有允许美国大使馆雇佣任何中国雇员了 旧金山峰会后依然如故 这意味着 签证申请越来越多 而能够处理这些申请的中国雇员越来越少 尽管中国公民对美国签证的需求持续旺盛 但博文斯表示 反美情绪也在升温 他认为 中国政府官员在一定程度上煽动了这种反美情绪 本月早些时候 一名中国男子在吉林的一个公园 刺伤了四名爱奥瓦州大学的教师 有关部门表示 嫌疑人已被逮捕 但没有发布任何与这起事件有关的更多信息 博文斯说 我们得到的有关犯罪动机的信息不够充分 我对此不满意 博文斯指出 美国大使馆通过其中国社交媒体账号 与普通民众沟通交流的工作 遭到越来越多的审查 即使是一些相对无害的帖子 也不能幸免 比如双边会议记录和保护野生动物的讨论 博文斯说 他们在闭门会议上向中方提出质疑 认为中国政府的言行越来越不一致 他说 我们无数次和中国政府讨论这个问题 但什么也没有改变 什么也没有解决 大使博文斯的专访中 不仅让外界看到了习近平的两面三刀的外交政策 还揭开了习近平的大谎言 那就是 阻止中国人民拿到赴美签证的 不是美国大使馆 而是习近平本人 去年的8月16日 36岁的异议人士全平 独自一人驾驶一辆水上摩托 跨越黄海 从山东青岛开到韩国 这份向死而生的决绝和勇敢震惊了世界